本土疫情不再明顯下降 指揮中心28號宣布 本土新增23822例 死亡62例 中重症143例 本土病例跟上週次比 差距大概4.4% 還是有下降 但是就是整個趨勢是趨緩 死亡的個案當中 一名40多歲的女性 快篩羊隔天就高燒41度送醫 從發病到死亡只有3天 中重症個案當中有5例是兒童 包含4例密西以及1例肺炎 而被認為是畢業點5傳染源的 南部造船廠 基因定序下午出爐 病毒濃度能做定序的7個人 有4個人定序 結果是畢業點2 船廠或是職場這邊來源的 這個可能性就已經大幅的降低 比較還是可能是說 跟這個家庭群聚本身 有一些可能還未發現一些 社區接觸有關而傳染過來的 醫師沈正南認為 現在人流指數已經上升20% 3劑保護力到8月中旬就會下降 提供了畢業點5一個傳播的沃土 加上畢業點5傳播力是 畢業點2的兩倍 建議全面開放第4劑施打 應該要全面的開放第4劑的施打 大家都打第4劑的話 會有群體免疫效應 至少可以預防B.A.4 B.A.5的重症 以及死亡 比較年輕的族群 打第4劑 傳染跟這個重症的預防的減少 上面都沒有顯著的效果 所以我們目前其實已經 非常寬鬆到50歲以上 指揮中心坦言 擔心社區有B.A.5傳染鏈發生 但卻不開放全人口打第4劑 民眾在次世代疫苗到來前的 三四個月空窗中 只能自求多福 記者林正堅王一仲台北報導